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到议会被询 遭议员林颖梦要求签署对中共不投降承诺书 这让柯文哲当场爆了粗口 也挨疲又失言 而是隔一天柯文哲依旧是没有道歉 还算林颖梦没有做功课 反问他要不要签绝不诈领助理费的保证书 另外柯文哲昨天首度松口 当郭董副手参选2024没有关系 两人原本今天是可以同台参加活动的 但是郭董却临时取消了行程 他也不准备功课 我都叫他要不要签那个 绝部诈领助理会的保证书 台北市长柯文哲讲到就有气 连参议员林颖梦没做功课 还一早繁彩痛点 因为两人前一天为了不投降统书 一场上唇枪舍战 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组织啊 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被林颖梦要求签署对中共不投降统书 还质疑北市民房系统不完善 科批气道标粗化就被批有失言 事隔一天科批态度依旧坚定自己没有错 对那种很认真的人 我们就认真与理相待 对那种打负墨鱼的 那我应该拿出我当排大当教授本色 当场就K下去了 不投降中国 这都是应该很基本 很简单的事情才对 科市长有什么困难 没有办法响应的呢 医院惊咬两岸议题 毕竟柯文哲走松口 想选2024 前一天还说喜欢财经类货 工程类的搭档 我们这种顺其自然 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怎样怎样 我以为可以吗 因为他昨天说他勇于承担 你有建议吗 你自己内心有想法吗 我现在没有想法 反问媒体有没有推荐名单 不过自己被巡时 首度表态当郭董副手没关系 只是两人原先渴望同台参加活动 现场却不见 郭董身影 今天是不是原本这个活动 有邀请郭董来 那最后他是决定不出席吗 有嘛 我不晓得 原来是郭董临时取消行程 是给了软丁子碰吗 毕竟2024海藻 似乎不想在总统大位上 随之起舞 这台北中国报道